你们三观很一致 你跟他在一起 的确更合适 我已经跟严伟伦提出离婚了 对家庭不负责 到处施舍感情的男人在我这儿 跟垃圾没什么两样 处理垃圾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已经住这个展览了 一直都想来看看 今天终于来了 还是跟你一起 今天让我高兴了 明天我就不找你麻烦了 老爷 你看这儿 好漂亮啊 雁卫伦 如果有一天 我真的离开你了 你会难过吗 虎阳 但我也没有权利阻止你啊 那你到底爱我什么啊 年轻 漂亮 有钱 有钱也不给你花了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心里有很多很多爱 都可以释放出来 没什么顾忌 而且 我也只希望你开心 而且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跟你在一起 我就是希望你开心啊 你怎么连说谎的样子都这么真诚啊 对他 我不得不撒谎 不过对你的话 我说的都是真的 想了 笑什么 我就是觉得 你这个该死的中年已婚老男人 认真撒谎的样子 真可爱 我不管 我要你宠我 疼我 爱我 有一天算一天 找你 接个电话 喂 老婆 你在哪儿 在逛街呢 给你和女儿买点东西 电梁会现场来电话 请家长去关我 我们也有空你去一下 好 那我马上过来啊 来 宝贝 我临时有点及时 得先走一趟 不行 你说好陪我的就今天 你别闹了 我下次补偿你了 走了 姚耳轮 那我还会跟你说 什么呢 我还会双眼睛 在一起多久了 一年多吧 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 他已经结婚了 知道啊 他从来不会骗我的 他说你们感情早就淡了 你也信 我为什么不信 你们之间本来就有问题 就算没有我 也会有别人的 像你这么嚣张的 我真是头一次见 我就是不喜欢被人挤在头上 憋屈 第三者插足 哪有不憋屈的 你现在看到了 我们起初呢也只是玩玩 但是玩着玩着 这就有真感情了 真爱啊 颜伟伦对你 不过就是亲情 责任之类的道德捆绑 他如果真的爱你 他是不会去找别人的 你把一个不爱你的男人 抓回去干吗呢 当宠物吗 你说的理直气壮 我差一点就行了 我差一点就行了 嗯 嗯 嗯 我差一点就行了